哈囉大家好 我是張老師 今天講一講這個女生很年輕 但她今天問的問題比較特殊 她是問說 我會不會再結婚 她1990年 英國人 1990 我算一算你大概27 8而已 那老師有問她說 你目前是單身她已經離婚了 所以她的問題是 會不會再結婚 那老師又常常想到一件事 她今天不問這個問題 她的婚姻也會經營得很辛苦 所以我就跟她講 梅花季不開 聽不懂 結婚一次叫少校 結婚兩次 沒開二度 就是中校 如果你結婚三次就是上校了 所以我常用梅花在跟客人形容這個東西 叫做梅花集數 不是梅花藝術喔 不是梅花藝棧喔 這個很重要 你看看腦袋的人天生 天生的個性就是很梗子 不想妥協 這個沒有不好啊 如果這個人很正直不願意妥協 一就一 二就二 拿來當科學家 拿來當研發專家 拿來當政府的執法者 不是很好嗎 但是如果這樣的人 你拿來家庭生活 要跟老公妥協 要跟小孩子妥協 有時候妹的良心說 小孩子功課不好 你要叫做你好棒 你好棒喔你好棒 他怎麼講得出來 你叫這種人去當小學老師 明明有的學生就不是很那個 你好棒你好厲害 他說不出來 我還是那一句話 列櫃見者存乎櫃 你要櫃要見 你的位置很重要 有時候我們要把那個缺點 把它淡化 把它縮小化 你要把你的優點擴大化 極致化 商觀有什麼不好 非常好 人漂亮有什麼不好 人漂亮有什麼不好 很好啊 你又漂亮 又充滿著感情 又懂得如何去表達 你為什麼不從事演藝界呢 主要是你漂亮 你又會講 你為什麼不從事一些 比如說售貨物 必須要跟公眾 很多人接觸的工作呢 如果你從事演藝業 所有演藝人員 一定要帶這個 哈囉這個 一定要帶這個 所有的藝術家一定要帶這個 你沒有這個 你怎麼搞藝術 我叫你在那裡畫圖 畫三個小時 你會哭啊 我叫你在那裡彈鋼琴 彈一個小時 你會叫 你受不了 懂不懂 這個不一樣的構造 八字非常好 有人討厭八字 說八字不懂事 可能你碰到的老師 他可能不大會詮釋 八字的結構 然後從八字的冠軍入密 我研究這個已經二三十年了 快三十年有了 跟易經同時間我研究 我覺得這個八字有相當大的可信度 但是不是絕對喔 他不是絕對 因為他是相對 相對 相對 相對而言 不是絕對 說你一定怎樣怎樣 他今天不問感情 我也跟你講 你的感情會很累 三關打正關 這一顆打這一顆 這一顆 這一顆打這一顆 打來打去啊 我有跟他講一件事 你會再結婚 但是前提就是 如果你不願意改變你的個性 你會再離婚 你會變這坑喔 中下 為什麼 這一顆太大 大刀亡武啊 那這一顆又挺他 我就是這樣 不然你想怎樣 我婚前就是一就一二就二 你還沒跟我結婚就知道 有個女生還怎麼嫌我 有個女生會這樣喔 懂不懂 想當年 氣吞萬語如 如今求天問捨 怕陰修見 就是當年喔 大概都講了很多理想 可是現在結婚以後你知道嗎 求天問捨 存錢買房子啊 繳貸款 有沒有 以前在講說 三國風雲人婦 講一講 你要是要回到最現實的一面嘛 你要顧肚子 你要把肚子顧好 有沒有 以前氣吞萬語如舞 我要打江山 我要什麼 屈足 打阿魯 結婚以後 有小孩以後 看哪邊房子 價格可以趕快去 湊個頭幾百去買一買 然後繳貸款 那這個人是不大會變 因為他這一個那麼強在挺她 所以老師勸她 皮外話 這英國的美女跟她講 你要不要結婚之前 你要做check 你要把自己再檢視一遍 你真的有改嗎 如果你已經可以改到說 工作是工作 家庭是家庭 感情是感情 把它分開 切割三塊 回到家裡 我就是要懂得犧牲 no change no change 你沒有改變 你沒有機會 我們現在很多人在入命的時候 有一個問題很嚴重 就說老師我什麼時候會好命 老師你看我做這個會不會賺錢 我跟你講不用賺 你知道你不會賺錢 為什麼 為什麼 老師啊你看我 大陸投資 越南投資會不會賺錢 不要看你知道不會賺錢 有沒有人知道為什麼 如果這位客人來問他會說 老師啊 我每天努力的工作 很心情的注意 然後前進前進回顧我的事業 為什麼這三年來 一直沒有看到錢 那這個人來跟我講 我也跟他講 等一下 你不久一定會賺錢 什麼時候老師幫你看 你的問題 跟你的答案 是從時間 同一個時間出來 你有時候如果說 你不想去入命 你就對著鏡子 鏡子會跟你講答案 比如說 你對著鏡子講 為什麼我沒有女朋友 我長得醜嗎 欸 沒有很醜啊 我沒有錢嗎 欸 也不是那麼窮啊 我沒有工作嗎 也沒有啊 我講話是不是很衝 欸有一點點 那你要入命嗎 他要算命嗎 不用啊 你就對著鏡子問自己嘛 你長得帥嗎 帥 你高不高高 有沒有工作 有 有沒有錢 有 對好不好 不太好 有沒有有 有 所以到現在你沒有女朋友 那從這兩點去改嘛 那從這兩點去改嘛 這個還要論嗎 不用論啊 我常常教一些老外 因為老外的人 比較注重邏輯性 你一定要跟他講 去年千年怎樣 今年會怎樣 他才要信 啊你的個性怎樣 你不跟他講這個老外不信你啊 你以為你是誰啊 上帝嗎 我那些外國朋友不好診欸 有的是那個杜拜的王子啊 也來問你一些有的沒有的事情啊 我們都是這樣子 你要先跟他講 他在投資那個比特幣 區塊鏈 你要來問我 比特幣跟區塊鏈的問題 要來問我 什麼時候進什麼時候出 我說密 規定是規定 你要是要看最現實的分析 他還買十一五個奇果都買 我們有時候跟他講這種東西 像那個賣那個房子 一棟房子都一億美金 八千萬美金的房子 他們在做買賣 還是要問什麼點綴好 有沒有方法可以讓房子早點賣出去 那老師還是要跟你講 像這種密格 你知道這個密 你就有兩個選項 如果你要過得比現在 一定要把你的缺點壓抑 消滅 你人很漂亮 人又漂亮 又有才華 你不當演藝人員 還是當那種公眾的人物 公眾的事業不是很可惜嗎 這樣子講好了 婚姻生活不太適合你 你頂多同居好了 如果你不太在意的話 那除了那個男生 非常愛你 年紀比你大 他願意讓你 還是你的老公是軍人 警察 還是住海外的人員都可以 你要知道自己的個性 有的女生我建議他不要結婚 但是不結婚不行 那你就叫那個台幹還是台商 現在叫 就是住外單位的幹部 因為他可能兩三個月會來一次 那就沒事了 有沒有 你老公你先任 如果兩三個月會來可能半 你都可以忍 如果每天在家你就受不了 有沒有 再來看看 為什麼老師 論壁一定要看個性 為什麼我一定要跟你講個性 講你的外在個性 講你的內在想法 然後再講你過去幾年 再講你有這樣才準 我這個都不講的話 老師你是不是在鼓爛 你可知道我命也會怎樣 你見到鬼 所以沒有辦法 因為老外他會質疑你嘛 你跟我講一下我的個性 你當然要跟他講 你看我的婚姻感覺怎麼樣 你要跟他講 你覺得我有什麼才華 我有幾個小孩 現在看得出來 他只要點個頭 他就會跟你論 他不點頭他就走了 他覺得你這個 因為你知道嗎 這種命理是太多騙子在裡面 我不講那個 梅花幾度開 注意看 你們有時候打開你們的八字結構 你還是很忌諱這個東西 你還是很忌諱這個東西 如果這個東西有看到財還好 你還是很忌諱這個 注意喔 道三角又不太好 你先跟你暗示 所有的道三角群都是胸 胸掛 道三角 正三角是脊掛 道三角有一點 反耶穌你知道嗎 比如說耶穌是十字架 你道過來叫做反耶穌 就Violet Spirit of the Christ 反耶穌的精神 那我們東方是正三角為脊 道三角為胸 如果你看像道三角 這一盤就不用看了 胸掛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有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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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可以對著鏡子 就可以對你 有空自己八字打出來 幾顆死神 幾顆傷官 幾顆劫財 幾顆欺煞 大概 一二三四五 進入水位 我們就知道了 那今天講到這裡 喜歡老師的視頻 歡迎訂閱一下老師的視頻 我會講一些 有的沒有 增加你們 豐富你們的知識 好今天講到這裡 拜拜